就要來關注台海這邊的情勢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 昨天在微博主動的公布 為了回應外部勢力干涉 以及台獨勢力挑釁 正在台灣西南方 以及東南方的海空域使兵演習 郭君表示 台海周邊的海空動態 他們都有充分的掌握以及評估 做好相關的因應以及準備 同時他們也證實 昨天的確有11架共機 闖進了我國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學者分析這是中國 因為面臨外交挫折 藉著宣布軍演 不過時間跟地點 都是刻意模糊處理 帶有心理戰的意涵 仍然今天上午又傳出 中國又派出了軍機 侵擾我國周邊空域 而在十七號 中國派出十一架次軍機 闖進我國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創下八月以來的最多紀錄 空軍立刻廣播驅離 派出空中巡邏兵力應對 並以防空飛彈追蹤監視 不過同一天 解放軍東部戰區 透過微博表示 正在台灣西南東南等周邊海空域 組織聯合火力突擊等 士兵演練 是根據當前台海安全形勢 和維護國家主權 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 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力挑釁的嚴正回應 學者還認為 中國這回軍演是為了把南海內海化 封鎖日韓的海上生命線 另一方面也有軍事迷在臉書說 共軍一架運八電針機 和一架運八反潛機 曾直接闖進我國海軍操演的靶區上空 甚至盤旋一圈再離開 面對解放軍動作不斷 陸委會也再次證告北京 使用強權及軍事手段 無法解決問題 切勿一再誤判情勢 應該立即停止 對臺灣針對性的武力挑釁 華視行為引擎鋼城之學 台北報導